两名新加坡男子因为走私香烟漏税超过262600元 分别被判坐牢21个月和16个月 这两个人卡玛鲁丁和阿兹曼是在星期二 在罗阳通道从一辆货车卸货到另外两辆 同样是新加坡注册的货车时被关卡人员拦截 关卡人员发现两人走私超过2390条香烟 涉及走私烟草出饭罚款至少2000元 重贩罚款至少4000元 走私超过两公斤烟草产品的重贩将需要坐牢 涉案的车辆也会被充公